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三十信念法是大义 尊敬的主义同修 主义护法 大家好 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是我们举办这个 三十信念的进入了第二天 我们也希望啊 以我们的真诚心 以我们的虔诚的心 恭敬的心 祈求啊 大慈大悲的阿弥陀佛 希望我们的无量节的以来 这个累劫 烟金载主 还有我们的过往的父母 佳亲敬俗 佳亲敬俗 能够蒙阿弥陀佛 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只要能够往生净土啊 都能够帮助 这些众生 离苦得乐 这个是最圆满的 所以有很多人啊 曾经啊 问过我们 要尽孝 要让父母 这一生当中能够离苦得乐 是什么样的功德是最圆满的呢 这个大家啊都是很清楚的 能够鼓励我们的父母这一生 能够念佛 对阿弥陀佛能够深信 没有一丝好的怀疑 然后他们将来离开这个世间啊 他们真的往生净土啊 那我们的孝道就圆满了 因为将来他们能够到西方净土啊 等于是成佛了 成佛啊 将来要去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而且这些众生 很多都会得度 因为佛都是圆满的智慧 圆满的福报 所以你想一想 你这个功德有多大 是非常的圆满 所以要鼓励 就算这个人不是我们的父母 你也能够鼓励 来让他对这个法门深信不以相信 你这个功德也是不可适宜的 所以前几天我们打佛期 我已经讲很多遍了 我们念佛的人 要如何让一切众生能够生起信心呢 关键不是在外托 关键在我们自己 不是在外面的 你今天能够做一个好样子 让大家对佛 对法 能够有一个深信 相信 那你这个功德太大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释迦牟尼佛 常常告诉我们 在一切供养中 法供养为贵 那用什么样来供养呢 出钱容易做 我要学习奖经也很容易 但是那个不是关键 关键你能不能做一个好样子 让大家能够对你 对这个法门能够相信 这个都是法供养的 你那个供养 在一切供养中 是最珍贵的 所以要做出一个好样子 不要人家认为我们念佛是消极的 念佛是迷信的 今天你为什么要念佛 我要赶快到西方吉德世界去 对不对 是对的 但是呢 你也不能让人家看到听到 又害怕 我念佛好像要去死一样 人家看到这样的 会害怕吗 当然会害怕 像我的一个护法 她的太太 她没有学佛还好 她学了佛呢 她的先生跑到道场来问我 学佛是这个样的吗 她先生呢 刚好孩子放假 带一家人出去玩 她太太讲了一句话 啥都是假的 外面的境界都是假的 不要去玩 坐下来好好念佛 是真的 先生听到这个这样子 还想以前我太太没学佛 还好 现在学佛为什么变成这个样了 我搞不懂 师父 你看 不可以这样的 我们很清楚 我 确实真的 我这一生没有别的 我将来离开这个世界 我要亲近阿弥陀佛 我真的想要超越六道路 这个道理我们明白 我知道 但是 你要契机契礼啊 你要度化你的周围的人 如果用这种的心态你去度化 不但度化不了 而且对山跑会毁棒 这个是我常常的在提醒我们大家的 真的 该化妆的时候 去化妆 对不对 该打扮的时候 也要打扮 早上起来也不洗脸 头发也不整理 什么都不敢 好像乱七八糟的 走去出门 人就看到你这个样子 我干脆不用学了 真的 不是叫我们去执着 不是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 对不对啊 只要我们不夸张就好了 不要过度夸张 因为你也要度众生啊 将来你念佛 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还是要度化众生的 我们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去享受的 也不是去享福的 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要去写本领 我要去写能力 我将来有这个本领 我有这个能力 我要去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些苦难的众生啊 跟我是一样解脱之路 所以我们今天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学习的 逼越了 逼越了 逼越你要去工作啊 去哪里工作 看到哪一个地方跟你有缘 在十方极乐世界 只要这个地方跟你有缘 你就到这个地方来 你去度化这些众生 是这样的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我们的真家 我们的真家是在哪里呢 这是在慈方诸佛国土的 西方极乐世界好像一个学校 提供给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地方 好好过生活 就算你住在这个地方 住了五量节以来 都在这个地方 没关系 但是我们的目的就是只有一个 要去学习 学本领 将来也度化众生 那两里的周围的众生 你的人都不能度了 这个跟我们念佛不相应啊 真的 所以说实在的 师父出了家 出了这么多年 看了太多了 所以成家真的不容易 结婚真的不容易 什么叫做结婚 结婚啊 什么叫结婚 结了就婚了 婚了头啊 你师父是说不是真的吗 你看师父以前啊 有认识一对年轻人 今天跟大家讲讲话了 当做我们在研讨了 师父啊 师父啊 在自己的道场呢 每个礼拜天共修完啊 都会跟这些同修啊 坐下来喝茶 讲讲话 讲一些佛法 听了之后呢 听了之后呢 我发现啊 我选择这一条路啊 是正确的 所以我也鼓励大家 如果姻缘到了 赶快出家 没关系 年纪老了也无所谓 如果人啊 不想给你剃头 没关系 你来找师父 师父帮你剃头 只要你的太太 你的先生 统一了 我就帮你剃头 说实在的 我听他们讲这些人 这个家庭的事故啊 我在想真的不容易啊 成家真的不容易 但是说容易也容易 看你们的心态 你看哦 有一对夫妻 很年轻 因为小小的事情 闹得两个很不愉快 然后来找师父 怎么解决 你看哦 只是一点点的事情 两个人看不开 两个星期不讲话 你想一想 两个星期耶 小小的事 如果他明白这个事实真相 以佛法 来看待这个人生 你这个人生真的 非常的是美妙的 两个星期不讲话 有一天他先生要出差 告诉他的太太 怕我睡过头了 所以我早上一大早要起来 我三点半一定要起床 然后写了一张纸给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接受了 结果呢 他太太怎么做呢 就写了一张纸 没有跟他讲话嘛 就告诉他先生 好 我明天三点叫你起床 好了 结果呢 明天早上凌晨呢 刚好三点 太太起来 写了一张纸 放在桌子上 赶快起床 三点了 放在这个桌子上 他先生没想到 一岁 过头了 起来了 又吵架了 你看 真的 人生 其实本来是很美的 所以因为我们的愚痴 有时候把这个小事 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我们不应该的事情 去面对的 所以人呢 愚痴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今天学佛 我们今天念佛 也是如此 要把我们这个愚痴 变成我们的智慧 人有智慧了 你整个人生观真的是不一样了 对人对事对物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就算在这个人在你的旁边 让你很痛苦的话 你也不会因为他而痛苦的 都有因缘果报的 解脱了 真的是解脱了 现在只是因为责任 我们在活在一起的 但是我的人生观呢 不会被这个烦恼而所控制的 让我清净心不能得到 这个就是我们 今天念佛 念佛一定要做一个好样子 回去 对不对 回去啦 赶快做一个好样子 以前喜欢发脾气的 赶快改过来 我从今天开始 我也不发脾气了 以前喜欢去讲人家的是非 我从今天开始了 我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句佛啊 以前我眼睛喜欢看人家的是非 我从今天开始 我要多看见多听见 我从来也不干涉别人的问题 好好把你的心放在这个方面 你好好来念佛 你好好来修行 不但你能够得度 你的周围的无形的众生 也能够得度 你那个功德不可适宜的 所以师父呢 说实在的 我每一次啊 我每一次啊 在做这个三十系念啊 每一次在念这个三十系念 内容的开示啊 我真的发现啊 中风果实在这个开示当中啊 每一句啊 都是从他的那个自信啊 那个慈悲的关怀 对我们众生的护念啊 流露出来的 也为我们说明 一遍的一遍的重复 告诉我们 这一句名号 真的是功德 是不可适宜的 鼓励我们 你要好好地念 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这一个啊 他的悲愿 为我们说明阿弥陀佛的悲愿 阿弥陀佛的护念 对我们的关怀 对我们的爱护啊 超过父母对儿女那种关怀 你们没有发现吗 你没有发觉到 中风果实在这个三十七年 首讲的话 都是为我们讲这种事情 你们没有发现 所以阿弥陀佛 在经上里面才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自己讲的 只要这一个人肯念阿弥陀佛 你真的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肯发愿 你真的想要了生死超越六道沦位 我不想再受苦了 我真的想要亲近阿弥陀佛 我这个心真的 我很想去亲近这些诸大善知识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阿弥陀佛在这个时候 当下在这个时候 就派了二十五位的护法 这些大菩萨来护念你 在一切处一切时 让你这个道业上能够成就 让你在这个修行道业上 能够无障碍 让你在这个生活上 你能够顺顺利利的 而且经上也告诉我们 只要你肯念这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光明 都是随时灼在我们的身上 都是放在我们的身上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悲愿 看到一切众生 如此 这么苦恼 没办法 所以 五量节以来 用他的能力 用他的慈悲 用他的忍辱 种种的去磨练 种种的去考验 去锻炼 去练习 把这一句的功德 全部所修的功德 放在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上 只要你肯念 你就能够获得 这句弥陀名号的功德 这个是阿弥陀佛 为我们提供出来的 只要你肯念 因为阿弥陀佛所修的功德 全部都在这句名号上 再加上获得四十八元的加持 你想一想 你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 不可思议的 所以中风果实在第三十七年 告诉我们 真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 能 什么呢 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 无量是什么样的罪悦 都能够灭了 凭什么呢 凭你那个心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悲怨不可思议的 你要相信 这个三十七年里面 都是讲这个道理 你看我前几年 很多年前 也不是前几年 很多年前 在台湾 在台湾 就是在台南 有发生了一桩事情 这个我给大家来讲一下 像昨天师傅 梦见了我们师傅上任 说实在的 很想念我们的师傅 如果今天能够飞到台湾去 我很想飞过去的 很想念 昨天梦见他了 真的日有所事夜有所梦 梦见了老婆上坐在轮里 我在那边推 推到哪一个地方 到一个小村 这个小村 很多人住在那个地方 老婆上说 这个地方好 很多人在那个地方 生活很纯善 很老实 就好像米头村一样 很多人在那个地方 然后突然间有一个人 带我们到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小庙 一个小庙 这个庙啊 好老的庙 很老很老 然后我们跟师傅上任出去看 看这个庙 好老 没有人啊 去打扫还是怎么样 整个庙里面很肮脏 是这样的 所以有时候 那个心 投入到那个境界 整个境界就出来了 台湾呢 前几年前 很多年前 不是前几年 这个政府呢 要扩路 要扩路呢 突然间 这一些工作人员 去挖路 去挖 那挖路之前呢 这些住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居民啊 也是常常听到 晚上 这个狗啊 常常会教 教那种 好像有众生啊 在教的那种 好难听啊 你有看过鬼片啊 有没有 那个狗啊 喊那种 所以这个工作人员呢 有一次啊 他们要挖这个地 因为要扩路嘛 没想到一挖出来啊 有看到白骨 看到白骨 大家吓了一跳 不敢挖 白骨头啊 就是人满在那边 但是呢 为了要正确 里面呢 是什么呢 越挖越多耶 好多白骨头在里面 一大片啊 整个这些工作人员 吓到了 不敢再挖了 报告了市政府 就是市长 然后呢 市长啊 去查出来 原来啊 这些人啊 是被 谁杀的呢 以前日本 侵略台湾的时候 屠杀 所以把这些人啊 杀了之后啊 放在这个地方 买在这个地方 好多好多 查出来 就是清朝末年 民国初年 日本侵略中国 你看那个日本 杀中国 杀人 杀了不眨眼啊 好残忍耶 你看那个南京 多恐怖耶 那杀了之后呢 埋在这个地方 那怎么办呢 市政府提醒 提醒什么呢 超度 那后来呢 找到了台南京中学会 然后呢 台南京中学会的干部 赶快报告 给我们市府上的老和尚 老和尚从香港 直接到台湾 老和尚说 赶快办 37年 老和尚下令了嘛 我们就做啊 你知道我们做37年 那个时候是几点 知道吗 你知道吗 下午6点 做到几点呢 12点多 第一次 老和尚来连香 市长来做栽主 大家 热心的在这个地方 做上37年 用我们那个心 来超度 因为他们呢 是属于什么呢 孤魂嘛 那 孤魂是很苦耶 那个孤魂啊 真的很苦耶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回向给他们 他真的是很苦 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 他真的很苦的 找不到啊 你看那个美国有一部电影 就是说 这个飞机啊 飞了半路啊 整个飞机出事了 掉下来 里面259个人全部死亡 全部死了 死了以后变成什么 孤魂 很辛苦 一直要去找他的亲人 但是这些亲人呢 看不到 只能哭 但是也摸不着 又跟他通电话 也通讲电话 也不行 刚好这个人 能够通灵的 他告诉家属 家属不相信 这些孤魂啊 好苦好苦啊 苦不堪圆 从这个影片里面你就明白了 那做三十七年的时候呢 做到十二点结束了 然后我走出来 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做维挪 悟行师父做老和尚 做老和尚 老和尚啊 我们师父上人啊 来年乡 也来参加 来参加一位 他不参加全部 参加一下子 第一时结束就离开了 结束之后呢 我走出来啊 走出这个门 走出 因为他做这个法会呢 是在空地 一片的空地 大一个站盆 但是很多都是没有那个遮雨的 因为晚上了 不用遮雨了嘛 所以呢 走出去的时候呢 突然间看到好多雨伞 我就问了 为什么很多雨伞 我才知道 原来我们做三十七年的时候 有一个不可思议发生 我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我们都在做三十七年了 然后回去呢 我们学会的干部才跟我们讲 你们在做三十七年的时候呢 整个台南是下大雨 而且我们做的这个法会是在这个 挖这个骨头这个坟墓的这个 挖很多骨头这个旁边 整个台南都是下大雨 唯独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下雨 唯独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下雨 你说你不相信 事实在你的眼前 不可思议的 所以大家 我相信你们做这个三十七年 只要你那个真诚的信息做 那个功德感应真的不可思议的 你要相信这个道理 凭什么呢 成则灵 用什么真诚心呢 从头到尾把它做完 我要第一时做完了 第二时 师父 再见 明天再来 那又这样的 对不对 三十第一天第一时 第二天第二时 第三天第三时 阿弥陀佛 法会圆满 哪有这样的 不可以的 如果特别的状况 没办法 需要离开 那就离开 如果能够做的话 好好做下来 功德就是你的 不是别人 你这一生当中 你做这个人已经很辛苦 你不积功累得 你没有把这些断恶修丧 积功累得 将来离开这个世间 你要带什么走呢 你自己不修福 你自己不修功德 你想要将来得到人生 生在一个好的地方 生在一个好的环境 生在一个好的家庭 有可能吗 不可能啊 你今天想要我将来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你没有把西方极的世界的因修好 你怎么能够往生净土呢 你想要得到将来听 生到这个天道 去享福 你没有把这个天道的条件 你能够生到天道吗 是不可能的 我们人生很短 你自己不积功累得 你要靠谁 为靠你的额里来为你修复 不依靠 you understand 我讲的话对不对 you understand 你明白吗 这个就是简单 给大家鼓励 鼓励什么呢 鼓励我们要用你的真诚心 去感 菩萨才能够有应 你没有用你的真诚心去感 你怎么能够有应呢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修行一个人能不能成就 不是在阿弥陀佛那边 你能不能成就 关键在你这边 你有没有这个心 那个才是重要的 这个一定要清楚 好我们来看下面 所以中风果师啊 在这个地方啊 告诉我们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诸大善之事 都是以这个念佛成就的 所以你要安心 你不用怀疑 你放心就好了 因为阿弥陀佛 因为十方一切诸佛辅上 也是如此 也不例外 所以他们不可能用这个方法 告诉我们用这个方法 然后呢 他再用另外一个方法 是不可能的 这个你要相信 所以我们看到啊 我们的净土中 第四代的祖师 我们的净土中 第四代的祖师是谁呢 是谁啊 第四代的 那怎么不讲话 师父讲心就是这样 有时候来问大家的 第四代是谁啊 是谁呢 说明啊 你们对这个净土中 没有真正去认辱 不可以的 阿弥陀佛这么慈悲了 你还不好好认辱 融入了 辜负了大家了 辜负了阿弥陀佛 所以昨天有一个 居士问我 他说啊 阿弥陀佛为什么 他的寿命要无量寿 这个也不是属于 这个那不是跟 执着有什么关系呢 他问我这个问题 我们反复啊 往往用自己的看法 想法的眼睛 来看圣人 你说能够看得准吗 看不准的啊 阿弥陀佛今天为什么无量寿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悲愿 为了要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让这个众生能够离苦得乐 才发这个大愿 无量寿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不是因为阿弥陀佛执着 不是 阿弥陀佛今天所发的愿 所修的 都是为一切众生而所发愿的 西方极乐世界所建立也是如此 也不是为他自己一个人所建立的 一切众生而所建立的 那法造大师啊 是我们净土中的第四代 你要记得 法造大师呢 我给大家讲这个故事 有一天啊 他在吃饭 吃饭的时候啊 我们平常出家人呢 还没吃饭之前会祈祷 阿弥陀佛 清清法身 毕鲁尘那佛 供养 千百一化身 释迦摩尼佛 当来下身 米勒尊佛 大师是菩萨 大院地藏王菩萨 米勒菩萨 诸尊菩萨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 我们吃饭之前 出家人会做个祈祷的 因为现在我们简单 实生佛号 那这个法造大师 当他在祈祷文念完了之后 当他拿他的波 我们每一个出家人都有自己的波 像师傅也有自己的波 我们平常出家人吃饭 像我在印尼吃饭 都是用那个波吃饭的 到外面只是水洗而已 如果到自己的道场 我都是用这个波 提醒什么 提醒释迦摩尼佛 是我们的老师 他是怎么来的 他是什么过生活的 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的老师 是这样的意思 当这个法造大师 看到这个波的时候 看到整个波里面 非常非常的一种景色 不可思议的 看到什么呢? 看到里面有一个道场 金碧辉煌 还有山有水 非常的庄严 很短 很短 一刹那子的时候 一看了不见了 不见之后呢 他就问这些统参道友 他所看到的这种情形 他就问这些统参道友 这个是什么境界 统参道友 也就跟他讲 你所看到的呢 是五台山 吻书施利菩萨的道场 吻书施利菩萨的道场 那这个道场 那这个道场 我们大家都知道 叫做大圣组织林 但是法造大圣 但是法造大师呢 不知道 很多障碍 让他这个心的念头 取消了 不去了 我们念佛 常常有这样 当你发心要念佛的时候 障碍来了 很多障碍来了 障碍你不念佛了 障碍你在这个积极名号 不相信了 甚至有时候不念了 常常不会有这样 是不是 常常有这样 障碍很多 后来呢 这些统参道友就告诉法造大师 既然你发愿了 障碍来了 无论什么样的障碍 你应该 你那个愿 你要雀愿 不能退啊 所以啊 法造大师回到疗坊 跪在这个佛像 出发大愿 就算什么样的障碍 灾难种种的 就算我的生命 就这一次的行程 就没有了 也没关系 我这一生 一定要到五台山 坚定发愿 把这个愿 愿下来了 你要这样的发愿啊 今天我们无论的生活 有多辛苦 无论我们在这个生活上 很多的障碍 无论今天我们遇到 种种的不如意的事情 但是你那个心 你一定要坚持 不要动摇 像昨天所讲的 持之以恒 其而不舍 无论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狂风 大浪 无论在什么样的 顺境 逆境 善缘 恶缘 好人 坏人 通通 我能够进得起考验 我能够进得起考验 坚持那个心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法造大师发了这个愿 总算到了五台山 到了五台山 蒙 从稳疏菩萨 亲自来接引 还得了 对不对 今天如果你走出门 在这个门口 师父站在门口来接引你 阿弥陀佛 你会感觉怎么样 你会跟我说 你站在那边干什么 你让我很不自在 这个 文殊菩萨 受到这种的待遇 然后啊 看到文殊斯利菩萨的道场 金碧辉煌 而所看到的道场 都是跟他的 在这个波里面 所看到的一模一样 而写这个道场上面 又写了一个字 大圣主则灵 主灵式 然后听了佛 听了文殊斯利菩萨的开示 又听文殊斯利菩萨的劝导 然后这个课 讲完之后呢 这个法造大师 就问这个文殊菩萨 他说啊 现在的众生根性啊 不如以前 很顿 造业很重 末法时代 智慧又很浅 业障又很重 烦恼又很多 心又不能定下来 什么样的法门 我才能够成就呢 文殊斯利菩萨 直接了当啊 就告诉 法造大师 你要念佛啊 法造大师 又问文殊菩萨 诸佛这么多的名号 我要念哪一尊佛呢 文殊斯利菩萨 也是 直接了当 告诉我们 念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因为阿弥陀佛 愿力比佛愿力不可思议 然后呢 文殊斯利菩萨 亲自 来念一段佛号给他听 所以五会念佛 就是从文殊斯利菩萨 留下来的 给谁的呢 给法造大师 而传下来的 到现在 然后呢 就告诉法造大师 下面的那一句话很重要 因为我已经讲过了 文殊菩萨就告诉法造大师 你要记得一件事 你要专心勤念 你要真心的勤念 将来你会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说你能够成佛了 没想到 法造大师啊 真的后来啊 成为我们净土第四代主师 凭什么呢 专心啊 专心的念佛啊 我跟大家来讲一个分享 我亲自所遇到的 我有一次呢 在念佛啊 静坐 师父喜欢静坐念佛 结束之后 当我的眼睛啊 一展开 有一段时间 它不是很长 在那个时候呢 我看到很多这些啊 无论看到什么样的 书 桌子 杯 碗 无论你看什么样的 显出来的都是阿弥陀佛的名号 阿弥陀佛的像 因为师父喜欢用什么样的观想 就是那一尊佛 显出来都是那一个佛像 无论你看到什么都是佛像 无论看到什么都是阿弥陀佛的 我后来我才明白这个道理 什么道理呢 经上所讲的 一念十念 你能够真的 那个心融入跟阿弥陀佛一样的 一念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确实是真的 真的耶 所以你那个心真的要融入 你想要这一生 自自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要把这个佛号 所以中文口诗说 要念俗乐 俗乐 整个经济出来的 这个是我一个经验给大家分享 所以我很相信佛所讲的 在这个经上里面 真的 你能够融入到这样的境界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都是看待你自己的愿力 你想要今在走 阿弥陀佛在你的面前 告诉你 我现在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那个愿从来不动摇 不有意 你会直接跟阿弥陀佛讲 我告诉你 我现在跟你走 那如果今天呢 阿弥陀佛已经在我们的面前了 阿弥陀佛说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啊 你会怎么说呢 讲实话 可能有些人说 师父我这一刻马上跟他走 但是回到家的时候 阿弥陀佛在你的面前了 哎呀一大堆啊 我的孙子还没长大 我的先生还没学佛 我的生意还没做得稳当 这个佛堂啊 还有很多事情还没处理 对不对 我还有也很多病人 我还有一大堆 哎呀一大堆 阿弥陀佛 你们能不能再等二十年再过来 不见了 所以你那个心不是真愿 真愿就是这样的 所以有时候啊 我看到我们师父上人 有时候听他讲一句话 那个眼泪流下来的 老外上讲什么 我很想 很早很想做要去阿弥陀佛那边了 我真的不想住了 你想一想 听到这一句话 不知不觉有时候跟着掉眼泪 这没办法要表法呀 阿弥陀佛要他流下来呀 没办法呀 所以啊 每次啊 想到这个 眼泪流下来 所以 我们一定要相信 今天阿弥陀佛是为我们一切众生的 所以啊 你想一想 稳疏施利菩萨 是古佛 七尊古佛的老师耶 在佛门里面啊 稳疏菩萨啊 是大菩萨 是智慧第一的 他也是为我们讲 直接了当 一句阿弥陀佛 万德鸿鸣 土度一切众生 这么简单 你还不学 但是意识内容很深刻 道理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相信 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的 好 我们看下面 究竟不具心外分明指在目前 这两句话讲得非常的亲切 时间还有十分钟 我看你们的眼睛 好像看着我这样 我也很不好意思 但是 不好意思也想跟大家来讲 难得嘛 要不要继续十分钟 继续吗 那你们讲的 那这两句话呢 抱歉啊 每次想到我们师父 这个眼泪啊 不知不觉就流下来了 好 那个 这两句话呢 是讲的 是讲的跟我们啊 阿弥陀佛很亲切的 不具心外分明指在目前 是说明什么呢 中风果实要为我们说明啊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一桩大事啊 最大的关键不是在外头 是在哪里呢 是在我们的内心 今天你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关键不是在阿弥陀佛那边 关键在你这个边 你有没有肯 你有没有真心 你有没有一种向往 你有没有想要亲近阿弥陀佛 你有没有想要超越六道轮回 你有没有想要离苦得乐 关键在你这个地方啊 阿弥陀佛从来不勉强别人的 我只是把这个功德殊胜的提供给你们 你们有你们的选择 所以今天如果你不肯的话呢 我们一般讲 九牛二虎啊 也拉不动 对不对 你不肯去啊 所以有一个人问我说 师父 为什么我们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很简单一个因素 什么严肃呢 他对这个四经决定 一定有东西放不下的 他才会这样 不然的话早就去了 跟我们一样 所以呢 中风果实在第三史最后的 大概要圆满了 讲了一句话 不是在劝导 在警惕我们了 因为要圆满了嘛 也没大家没有去留意 有一句话很重要 中风果实讲啊 念佛之人啊 若不发怨 终有公恨 下面是什么呢 一尘虚设 以不顺佛故 今天无论你怎么念佛 你的功夫念得多好 你今天一天的十万生 能够得定 种种的开智慧 但是如果那个心 没有发愿到西方极的世界 你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只是修点福报 跟阿弥陀佛没有关系的 所以下面啊 中风果实才告诉我们啊 告诉我们什么呢 今而神灵 当之此一啊 以不顺佛故 今而神灵 今就是现在 这些神灵 神灵讲的就是这些没有看到的 也包括我们 我们也是包括在里面的 当之此一啊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关键不是在阿弥陀佛 都是你自己本身 你不往生西方 你不想移民 那个是你的事 我只是把这个提供给你 只是阿弥陀佛看到你们很悲哀 明明知道很苦你还不到 明明知道很苦你还不想要超越 那没办法呀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啊 中风果实在这个神死心念里面 在这个开示当中 下面常常呢 一遍一遍的都再来提醒我们 其实极乐世界并不在外面 阿弥陀佛并也没有离开我们 直接了当告诉我们 我们跟阿弥陀佛本来没有什么两样 是一不是二 所以中风禅师 在这个三十七年第一时一开端 就告诉我们 第一句是什么呢 阿弥陀佛 即是我心 下面是什么呢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所以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啊 三十七年的一遍一遍的提醒我们 用意是什么呢 人家感觉很啰嗦 很啰嗦的 好像一遍一遍的讲 一遍一遍的讲 像师父小的时候 很想念啊 那个母亲啊 对儿女那种爱护关怀 那个我小的时候 我妈妈 常常啊 早上起来 一遍一遍的讲 你要怎么样做人啊 怎么样怎么样 有时候我们做儿女的 会感觉 好像妈妈很啰嗦耶 你讲一遍就知道了嘛 你何必一遍的一遍的讲 是不是这样 我们小的时候 常常会有这样对不对 妈妈很啰嗦啊 我知道了 但是妈妈还一直在讲 所以有时候 我很想念 很想念母亲那种 对儿女那种关怀的爱护 说实在的 很想念 现在做儿女很多 不懂得珍惜 不懂得什么珍惜呢 其实做母亲在你的旁边 比什么更珍贵啊 很多人不知道 认为母亲很啰嗦 认为母亲是一种负担 认为母亲在这个生活老的时候 是一种什么 让你不自在 其实他在这个时候 需要我们关怀 需要我们来照顾的 所以现在很多啊 做儿女的生在福中不知福 我们这个生命从哪里来的 谁给你的 老天爷给你的吗 上帝给你的吗 不是啊 是父母给我们的 就算今天父母不好 你也不能用一种不善的 不好的态度来对待的 你看现在多少人呢 把父母放在哪里 当父母老的时候 把父母放在哪里 没办法照顾了老人院 残忍 你看台湾 台北 前几天我讲过了 辛辛苦苦把儿女养长大 希望儿女能够做一生 把钱所赚的钱 让儿女去赌书最好的学校 没想到各个成医生了 成医生哦 父母老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想要照顾 四个耶 都是医生耶 把父母放在哪里 老人院 真的很被爱心 现在 那中风果实 为什么要一遍的一遍的提醒我们呢 只有一个 就是让我们不要忘掉 忘掉什么呢 忘掉你是谁 你的本来面目是谁 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你本来的面目就是阿弥陀佛 你本来的面目就是成佛的 那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常常觉得 你是李三 我是张家 你是老大 我是老二 你是老板 我是员工 常常有这种分别心 变成什么 变成你本来的面目是醋的 变成这个样子 中风果实直接老当告诉我们 你要知道这个都是假的 所以在三十七年里面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呢 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明白吗 所以中风果实在告诉我们 不居心外 什么意思呢 明天跟大家分享 来分享 这个 真的很对不起 有时候好像看戏一样 是不是让人家很 这种的 这个是简单的 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我希望 我希望 经过我们的学习 我们的听经 我们的文法 希望大家能够 对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 能够懂一点点就好了 懂一点点 你已经不可适宜了 也希望你能够明白 阿弥陀佛的慈悲 像我们的佛像 黄金币昼夜长水 所以回去啊 该上班的是上班 该工作的是工作 该处理的是处理 有空 赶快提起这句名号 世间一切万物 随缘就好了 不要去过以执着 因为一切万物到最后 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带得走的 好好的去做 尽心尽力 只要你的责任把它做好 都是最圆满的 有空呢 赶快提起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把西方籍的世界 变成我们的目标 比什么更重要 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劝导 祝大家岁岁平安 年年如意 也祝大家老实念佛 希望我们将来同生极乐果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